年关将近而且气候严寒的时刻 新城乡长和立台乡长 传递爱与关怀到家里国小 赠送给每位小朋友一件冬衣 又让爱传递到每个家庭 和立台感念家里国小这几年慈禧优异的表现 替新城乡争取不少荣耀 利用过年钱到家里国小 这正代表家里国小的双毛上衣 让大家度过寒冬 并且发送新城乡公所福袋 向权利师生们拜个早年 当中我看到校务的一个成长 学校里面很大的一个改变 各方面的一个教学方式、模式等等 可以说学生数也每年都逐渐的在提高 当时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当时我们在乡长阿伯 在这边读的时候 你知道学生数有多少吗? 一班都有四十几位同学 然后一个年级是两班 这样是多少人? 四百多人 下课的时候整个操场都是小朋友 运动会的时候整个操板都挤了人 所有社区跟家长都到这个地方来 村校运动会 但是这几年我发觉到 我们的在 不管在协议的表现也好 甚至在体育方面 包括一些外界的一些比赛 笛子的吹笛 还有空手道、台浅道等等的这个表现 包括各方面的表现 他们校长都感到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以有荣誉 所以在今年七年年底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校长 我实际上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是买一件外套给各位 表达各位同学怎么样 要鼓励各位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读书好不好 将来长大之后当个有用的人 不是在家里要孝顺父母 在外任何的地方来求学 当你长大成人之后 到这个社会上要做个有用的人 要感谢今天学校的老师 对我们的栽培 对我们的教育之恩 所以今天这个校长 特别到这里看看各位小小学弟 记忠的校长表示 感谢合理台关心学校的教育 以及学童的学习状况 学校师生相当喜欢这件衣服 谢谢校长给予最宝贵且温暖的新年礼物 合理台乡长非常关心 我们学校内小朋友的一个健康的部分 所以乡长就非常的关心 打电话到学校来垂询 了解小朋友是不是在 预寒的冬衣足不足够 那这个部分当乡长知道了 学校的状况之后 就表示了要送给小朋友 一人一件的这个刷毛的冬衣 让当做小朋友的一个新年礼物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乡长 对于小朋友的一个照顾 而且这段时间 其实乡长都非常关心学校的 各方面的表现 那也利用今天休业室的时候 乡长特别到学校来 给予家里国小的师生 给予祝福 给予肯定 那我们再次的谢谢乡长 谢谢乡长 对于学校的一个照顾 跟小朋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视 最后乡长和立台也把握最后一天 前往学生上课的时刻 来执政校长师生们一个福袋 迎接突年来 向乡亲一起来拜年 感谢何乡长 今天特地送北府国小六百多份福袋 给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志工们 在此非常谢谢何立台乡长 照顾北府国小 也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这对终于信仰不到